現在怎麼變成六點刀案平 詳細的評數 市長不會那麼清楚 因為這個我不是在當公投的 明明你上禮拜跟我講說 農場是5.7萬平 余產是3.9萬平 為什麼剛執行完之後 你隔天馬上發一個新聞稿 就是說 評數又改變了 這也沒有什麼改變 你上禮拜不是講農場是5點刀案平嗎 現在怎麼變成6點刀案平 怎麼突然增加那麼多 第一點 我要你明白講 詳細的評數 市長不會那麼清楚 因為這個我不是在當公投的 所以這個詳細的數字應該是 市長處跟新公司的處長要很清楚的知道 詳細的評數你意思可能可以不清楚 但是這個大工程案一棟是農產的 一棟是遺產的 這個不會改變嘛 位置也不會改變嘛 然後農產遺產到底分別佔多少平方公尺 這個基本上它也不會變動 那怎麼可能就是說 這個上禮拜農場公司是5點刀案平 現在要跟我講是6點刀案平 這到底問題是在哪裡 你的指責我都同意 我想這個案子齁 我們請原考會齁 把這個期程還有那個規劃 還有這個預算編列整個再檢討一遍 再檢討一遍 再檢討一遍 再檢討一遍